日本经历311震灾后 在各个层面的重建与反思 也反映在设计界 参与2011年台北世界设计大展的 日本设计师钟川聪 并以期待学为主题 在日本馆展出日本孩子们的绘画作品 让他们表达心中对未来的期待 透过巡回展览的方式 引起观众共鸣 彩色笔 蜡笔 铅笔 或是用毛笔写下日文 近百张的A4作品 挂满墙面 每一个笔触都透露出 日本孩子们心中对未来的期待 日本正在后 设计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家住慈程县的设计师钟川聪 实地造访灾后家园 实地研究通用设计的他 以期待学为主题 展开设计与人性之间的反思 红色圆形包容隐藏的内心话语 白色方形标示各国语种的感谢 参观展览的民众 深情专注地握紧色笔 描绘心愿 为日本加油打气 透过这些图画 我们可以更感受到 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 你们要坚强加油 节省能源的电动环保车 和顺利通过机场安检的逐质轮椅 以贴近人性关怀文明的日本设计 现在更注入了一份 期待的关怀能量 新南亚雅台电视 互动李津津他们特别报道